男子喝得醉醺醺 因为不买医护人员处理自己朋友上市的方式 一度在急诊室大闹 被医院的助卫警带到了医院大门 男子情绪非常激动 到场远景不断试图的安抚他的情绪 但男子不领情还不断的对着远景口出恶言大声咆哮 当时他是因为对于他另外一个友人 在急诊室医院做处置的时候 可能觉得关心 比较激动 当时医院急诊室送来了一名喝醉酒 自己摔伤的伤患 而陪同的男子也因为喝醉了 又担心朋友的伤势才会一时情绪失控 对着急诊室助卫警破口大骂 而男子酒醒之后 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感到非常的愧疚 也亲自向助卫警道歉 在这一件处理的过程当中 在前五分钟前我们也才结束了 另外一个酒醉就是进入急诊室 可能也是浪费医疗室资源的状况 其实酒醉大闹急诊室 严重的话可能会延误伤患就医 幸好朱卫警先行把男子带领的急诊室 才没有引发更严重的风波 但夸张的行为 让远警跟医护人员看得都只摇头 记者廖威林 陈芷芳 花联报导 干什么多了 好